如果戰爭給大家什麼樣的教訓 烏克蘭有一個前總統 他非常親俄羅斯 戰爭一爆發 那個前總統就跑到俄羅斯 那每天回來罵自己的祖國 罵烏克蘭 普丁現在最後悔了 就是說 我應該在那個前總統在任的時候 我就打你 保證 你保證會投降 那台灣如果萬一出現一個親共的政黨 或總統 反而更危險 因為我打你你可能投降 對不對 我欺負你你不敢 你不敢坑一聲 這反而 中國會對台灣產生錯誤的判斷 各位小金傳媒羅斯所有的觀眾朋友晚安 在你們收看這一節同時 這是成立一年又一個月的小金傳媒羅斯頻道 我在這個地方還是要謝謝所有的 海內外國人朋友您的支持 我們已經要突破20萬的訂閱了 這過去20萬的訂閱 我在新台灣加油 我是努力的大概 我記得有七八年的時間了 那我也知道說 國人朋友對於在台灣 處在這個國際局勢動盪當中 台灣的關鍵性的地位 那麼它的角色 尤其是在枢紐中的枢紐 不管是外交軍事 包括經濟方面 台灣都勢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然身為台灣人 您一定感到十分的驕傲 台灣的地位不同以往了 受到了重視 包括了英國 英國透過了外向 都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你知道英國這個國家 過去什麼屈服於中國 而現在英國的外向 盡量會承認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那麼除此之外 更不用說是美國跟日本 對台灣的強力支持 這些部分都是要捍衛 台海的一個安全 那這一次總統大選 當然非常重要 在今天小軍Ton Press當中 我們邀請這位好朋友 那麼過去在這個國會當中 他有非常優越的表現 他的論述十分的清晰 往往可以 可以動見未來一些趨勢的發展 歡迎俊憲 俊憲晚安 小軍好 各位觀眾好 俊憲 很快的時間 已經是第八次的民選總統了 您自己也歷經過第三次的 立法院尋求連任 今年的選舉氛圍 您自己感覺 跟過往有什麼不一樣嗎 今年大概是最混亂的一次 我常說可能是 根本總統倒想還沒開始 因為對手還不清楚 就在野陣營這樣的一個分裂 但相對的 你看時代走到現在 我們可以發現 一些科技的介入 甚至一些外來勢力的干擾 來到現在大概是 最明顯 而且攻勢非常猛烈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假新聞 一些 一些偽造的東西 好像科技現在那種 可以說是 就是讓很多人 幾乎你每天都可能不知不覺 你都接收到一些錯誤的訊息 我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你知道大數據會自動幫你分類嗎 所以你不小心打開 現在某一類的新聞有久了 你自然而然都會接收到 那樣的一個相關訊息 所以相對的這也是一個挑戰 我常說 中國一定會介入台灣選舉 這必然 這不用懷疑 只是 但是政黨或我們政府要怎麼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挑戰 而且這個挑戰 有時候還不一定是 中國透過了認知作戰 從透過比如說 在台的協力者 有時候是道道地製 台灣人在散播 在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這對於民主政治來講 說真的是一大挑戰 真的是 比如說台灣的有些 有些政客 有些政黨 甚至有些媒體 根本幾乎完全接收中國的觀點 我覺得台灣最危險的 像之前的論點就是 以美論 懷疑美國 美國會把台灣變成戰場 美國會把台灣拖向戰爭 讓台灣成為炮灰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種 這樣的一個散播 大家要了解 不管你喜不喜歡美國 但事實 如果沒有美國在軍事上的協助和支持 中華兵國找滅亡 那未來 其實對台灣最大威脅 是改變我們現在生活現狀 改變我們的政治制度 那是誰 那一定是來自中國威脅 所以賴清德呢 他提的論述很清楚 那如何讓台灣安全 大家也說沒有台灣安全 那你如何做到 我覺得賴清德是這方面講最清楚的 他說第一個 我們要跟國際的民主自由陣營站在一起 所以台海問題不是台灣跟美國問題 是國際的問題 是中國趕快的跟美國、日本、韓國 跟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跟越南、跟菲律賓等等 中國成為區域安全穩定的一個大問題 麻煩製造者 所以台灣要跟自由民主陣營站在一起 第二個就是增強我們的防衛能力 第三就是發展我們的經濟 另外就是強我們國民的一個意志力 我覺得台灣現在面對的挑戰也更大 像有的總統候選人說 台灣就不要怕中國 不靠美國 這根本不可能 中國和美國勢力都會影響台灣 那你台灣也不可能避開來自中國和美國的 一個教護力的一個影響 那只是在這樣的兩大強權之下 台灣如何尋求我們自己的空間 我覺得蔡英文對台灣最大的貢獻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他跟美國關係做得非常好 所以美國人常常講說他們在找 台灣最好的下令總統是誰 他說是最像蔡英文的人 所以美國希望台灣能夠像圍著蔡英文這樣的一個路線 就穩健 然後在很清楚目前國際情勢的現況 也就是說現在的兩岸問題 不是台灣跟中國問題 我剛特別想到這一點 因為現在是美國跟 是我美國跟中國在大戰略衝突的問題 台灣不能成為貿易製造者 那台灣相對的 除了跟自由民主政靈站在一起以外 台灣就是一個非常可以值得信賴的一個夥伴 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你覺得相信賴清德之外的郭台銘 侯友宜跟柯文哲 這方面的論述你自己的觀察呢 不一樣嗎 我覺得如果說要完全離開中國的影響 他們都會有困難 也就是說不是他們本人以外 而是他們政黨的屬性 還有他們的一些支持者 確實台灣很多人對中國仍然存有錯誤的幻想 甚至都認為哪一個政黨可以處理好兩岸關係 哪一個政黨上來 台灣就會一定確保和平 沒有這回事 和平要靠你自己去維持 和平要靠你自己去努力 比如說俄乌戰爭大家常常講 俄乌戰爭給大家什麼樣的教訓 如果你是普丁 我舉個例子 你最後悔哪一件事情 烏克蘭有一個前總統 他非常親俄羅斯 戰爭一爆發 那個前總統就跑到俄羅斯 那每天回來罵自己的祖國罵烏克蘭 普丁現在最後悔了 就是說 我應該在那個前總統在任的時候 我就打你 你保證會投降 你不可能會抵抗 所以 中國如果看到這一點 那台灣如果萬一出現一個親共的政黨或總統 反而更危險 因為我打你你可能好想 對不對 我欺負你你不敢坑一聲 這反而 中國會對台灣產生錯誤的判斷和評估 那如果今天台灣出現的是一個 我不可能主動去挑釁你 但是我台灣有我主體的意識 有自己的立場 我很堅持 那我得到民主社會的一個支持 中國的考量就會不一樣 我說台灣下一個總統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是台灣第一個總統 面對中國領導者第三任 沒有第三任的啦 第三任是皇帝的啦 只有毛澤東以外哪有第三任的 對加習近平 那習近平是第三任的話 就是完全是一種獨裁者 他完全失去任何共產黨內的制衡都沒有 那這樣的領導者會對台灣帶來什麼樣 一種不一樣的威脅 我認為台灣下一任的總統 最大挑戰也在這裡 你覺得現在這四位總統候選人 誰當選對台灣最危險 我覺得如果你不敢面對中國威脅的時候 不敢說不 或者是說你對中國的威脅沒有危機感 這個總統最危險 馬英九的時候他認為兩岸關係搞最好 對不對 所以馬英九停止了台灣 當時所有軍事武器重要飛彈的研發 我們最近的長程飛彈 中長程飛彈的研究 在馬英九時代全部停擺 漢光演習三軍統帥馬英九不去看 沒有實彈射擊放音響 好像放偏炮聲一樣 放關頭音樂 你換來什麼東西 中國在樂和蓋一個一比一比例的 那個博愛特區總統府 進行斬斬施做行動的那個演習 要砍你馬英九要馬頭 對不對 比如說你那麼低下卑微 沒有辦法換來和平 所以面對中國威脅的時候 我們希望台灣的下令總統能夠給中國很清晰的信號 我們願意交流 台灣我有我的立場 我也尊重 我也尊重你中國的立場 但是 台海現在的問題 大家應該要很務實面對的來談 我認為這樣才能確保台灣的安全 當然更重要就是要做好國際的一些關係 你說 民進黨破壞兩岸關係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國際壓力會在民進黨身上 那現在不是喔 現在國際都支持民進黨 你看我們外交部有史以來最忙碌的 現在幾乎每個月每個禮拜 都有外賓到台灣來訪問 還有 日本韓國最近 他們兩國開始軍事上的合作了 日本韓國歷史上恩仇不可能的 世仇耶 他們的假想體都是中國 連菲律賓 菲律賓以前不花錢在國防預算 他最近要花20億買F16V戰鬥機 小馬克斯從北京回來之後 政策完全大轉變 對 越南也是 印度也是 難道都是他們這些國家 通通搞不好跟中國的關係嗎 不是 是中國搞不好跟周邊所有國家的一個關係 還有問題不是民進黨造成的 我特別強調如果是民進黨造成的 國際壓力就會在民進黨身上 現在不是喔 你再注意看喔 你以前來你想像的一些國家來賓都來 捷克啊 捷克甚至要跟你台灣談軍事合作 是 對 等等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人對自己要有信心 賴清德怎麼證明他自己在兩岸交流方面 甚至在教授方面他足夠有這個能力 第一個喔 我認為就是他跟蔡英文長期一定培養出 非常好的一個默契和信任 因為在賴清德副總統任內 只要到台灣來訪問的來賓 幾乎總統見過以後都單獨跟賴清德見過 所以常常國民黨常攻擊 賴清德說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務實的貪圖工作者 那你想的是什麼 你做的是什麼 就美國人非常清楚 賴清德有很多次的機會 能夠讓國外的朋友也了解他的想法 這一點其實是非常重要 相對的他也得到美國人的信任 所以前一陣子有一些特定人在製造 依賴論 他發現以美論不行 就依賴論 美國人不喜歡賴清德 刻意說賴清德去訪美 老闆 什麼美國人的規格很低 其實重點在於賴清德訪美期間和訪美以後 美國的一些媒體 智庫學者 都給他非常高的一個評價 也就是說 未來台灣領袖就是要 讓我們國際的朋友了解到 他是一個可信賴 他是一個穩健的一個台灣總統 這一點我覺得賴清德 已經爭取到國際這些朋友的一個信任 尤其我覺得蔡英文是創造出 他非常特有的一種國際外交的一個做法 例如像巴拉圭 巴拉圭新當選的總統 大家很清楚 一定是賴清德會當特使去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賴清德也會利用這個機會過去美國 去祝賀巴拉圭新總統就職 所以巴拉圭這個總統當選人 這個新總統 他就職以前他就到台灣 蔡英文總統就邀請他來 其實也很清楚 你舊子抱歉我不能去 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見面 所以他到台灣來見過蔡英文 他當年也見過賴清德 賴清德不會去參加他的舊子典禮的時候 就才跟他第一次見面 而且在那個場合大概也很難有 長的時間談出什麼東西 但是他就此以前他到台灣來訪問的時候 他跟台灣這邊就有很長的時間 巴拉圭這個新總統 可以跟我們大概有 可以有很深入的 對於未來的一個 大家好的意見交換 這一點非常重要 其實國際外交是非常細膩的 我認為賴清德在這段期間 培養出作為一個總統 該有的的一些具備的 所以賴清德才可以很自行的說 他準備好了 你長期觀察這個賴副總統 你怎麼看他的人格特質 我覺得賴清德是一個很 做事情很認真的人 比如說他決定做什麼事情 他會盡他的力量 有實際的例子可以分享 而且他做得到 他講出來他就一定會批命做到 例如他在選台南市長 他出一本白色的證件 證件白皮書 他上面就寫 那我那時候在幫他服選 我幫他找幹事 有些證件我其實想拿掉 我擔心他找不到 比如說他你要拆掉中國城 是 中國城是台南一個地方很頭痛的 好幾棟大樓都變廢墟了 變成治安髒亂的死角 但是他是民間的不是政府 每一戶都是民眾的財產 要去溝通 你要把他整個拆掉 好幾百戶 那很困難 歷屆台南市長每一個都說要處理他 沒有一個做得到 然後現在就把他寫在證件 好 你想把他拿掉 對 你怕他做不到或跳票 對 因為他做到了 現在就是台南市的和樂廣場 是 就是和樂廣場 另外就是 比如說賴清德任內 他 常常有人提起 也很多人會攻擊他 就是他 因為李全叫買票 所以他不去台南市因為 對 不是被尋 對 當時最早是這樣 就是 地檢署要傳訊李全叫 那李全叫是議長嘛 他說開臨時會 閃避 他開始撐起保護傘 我議會在開會 你司法不能動我 所以原本是 建立考量說 不然 如果真的要突顯 議長買票的問題 那臨時會這一個禮拜 你就不要去 後來賴清德就決定 可是還是會有下一次臨時會 那與其要真的突顯 那只要司法判決 出來以前 他都拒絕進行 這個坦白講 我承受很大的壓力 但是也有很多人支持他 甚至黨內也有人說 不然你就要入院了 因為你市長嘛 因為你市長嘛 就要接受這個民意代表的監督 這是天職 你必須要接受 對 他那件事 他其實是有整套想法 他說第一個 買票不是只有台南 很多縣市都買票 最慘的是 政治圈內大家都 認為正常 雙擊中就是要買票 要花錢 對 沒有人去突顯這個 司法也要管不管 很多人不去辦 就算要重大案件 幾十年來買票 幾乎成為 變成潛規則 不可以這樣 所以他要把這個問題給突顯 另外一個他就是他叫我寫一個法律 他正常說要求黨團要支持他 就是議長選舉要亮票 要透明 他是有實際做法的 就是說你議員選議長 不是你們圈內議會的事 你要對你的選民 你要對你的政黨負責 後來這個法律 民進黨的支持 第一時間就要通過 當時是他提議 希望你這邊也有在那邊提 對 我們就政治提這樣一個法案 所以這個法案也叫做李全教條款 就是這樣 是 所以他做的事情大概都有 大概有一定想法做法 雖然有很多持反對的意見 他認為是對的 他是會堅持下去 李全教大概是我被告的官司裡頭 跑法院最多次了 我看到 因為我說你是收會的市議員 那你是光榮的標記 當然我是全身而退 那因為為了表示 我善盡一個媒體人 一個責任 所以每次法院傳 他們一次都沒有到 大家請一個 哇 非常 背景很雄厚的律師 來跟我們打官司 當然到最後我們完全是無罪 無罪 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會覺得 這一場選舉 看到每一個候選人不同的 個人的特質 當然觀眾朋友也可以去思考 那這樣的一個特質裡頭 到底誰可以治理這個國家 有時候你覺得這個國家 要教導這個老百姓 從選舉文化裡頭 要教導這些老百姓什麼 這個國家沒有是非嗎 沒有正義嗎 我們看這場選舉文化 民主政治走到現在 的確有這樣一個氛圍 你剛剛提到李全教 李全教說柯文哲支持他 那柯文哲身為 現在有一些民調 他還是維持第二名 第二名追賴清德 雖然有一個差距 但TPBS民調裡頭 他跟賴清德的民調 是差距非常非常近 也是所有的民調 在這個三四個月以來 曾經有一份 說柯文哲是第一名 也是TPBS民調 所以TPBS民調裡頭 所呈現 柯文哲的氣勢是不弱的 問題是這樣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帶給的國家是什麼 你要教導我們下一代 是什麼樣的價值觀 有人說民眾黨黨部 現在變成是黑道的堂口 為什麼 我覺得檢驗一個政治人物 其實最簡單就是言行合一 當一個人整天喊公平正義 是 像柯文哲啊 黃國昌啊 公平正義 我也支持啊 是 但公平正義的定義是什麼 那你如何自己去做公平正義 你有做得到嗎 你可以批評別人 但是你要用同樣的標準 自我要求嘛 所以民進黨曾經出過一些問題 沒有關係 我們直接面對 賴清德他當黨主席 他定了提名條例 就比法律規定還要嚴格 法律沒有剝奪你參選權 但是我政黨不提名你 抱歉 你不能代表我民進黨參加選舉 我比法律規定還要嚴格 那柯文哲是這樣嗎 你看公平正義的人 柯文哲最近為什麼被稱為民眾黨變民眾堂 柯文哲變這文哲多耶 像個堂口一般 是亂罵你嗎 是某一柯文哲嗎 是柯文哲某一自己啊 你看到他到嘉義 他去拜訪嘉義海鮮老大 過來台南 拜訪台南山區老大 永康的老大 到永康也找呂全教 那呂全教除了 他是會選定驗的議長以外 他之前被國民黨助力輪提名為什麼決策小組 一二里全教 國民黨炸鍋啦 連侯友宜都痛罵 都是個黑金啊 國民黨還有很多人辭掉黨值來抗議的 那國民黨現在碰一下整黨爆炸了 柯文哲你 你民眾黨支持他什麼意思 李全教是自己說的 說民眾黨全力支持他 是一些黑白一家群就是了 另外 柯文哲在辦一個 好像雲林地方黨部 台南也是啦 他一些地方黨部的成立 一般我們那種民眾大 群眾大會 你有沒有看到很簡單嗎 男女老少 他那個成立典禮 你一看 這正常嗎 這像話嗎 全部都小人家啦 對不對 髮型 儀裝 全身刺青 一兩個 全部都是 哇 你看也知道 這是要動員而來的嘛 那一個整天喊公平正義的柯文哲 說你不當選台灣會死 那你這樣叫靈敏怎麼相信 所以 所以我覺得 言行合一 是我們檢驗一個政治人物 其實最簡單也最基本的 但是 柯文哲還是有相當 當一定的人在支持他 這點也讓很多民進黨的人百思不解 這種人還有那麼多人要給他支持 我覺得這個也好 沒關係 讓民進黨自我反省 也許我們執政有做不足的地方 是 也許民進黨在去年選舉大敗 我們有幾個事件沒有處理的很好 那民眾對我們失去信心 所以賴清德才當黨主席 他才講 沒有什麼 沒有所謂的什麼大局為重 民進黨該斷就斷 民進黨該向來面負責 就展現我們的決心和做法 他在年齡層方面 在連續兩次 連續兩次的美地島電子報的滾動式民調當中 已經呈現 20到29歲 賴清德已經超越了柯文哲 那最新的一次 在第33波的滾動式民調裡頭 30到39歲 賴清德又稍微落後柯文哲 在上一次是幾乎壓倒心都碾壓 就是說20到49歲 柯文哲也已經被甩在後面了 拿到第一名的是賴清德 在年輕人方面 但是唯獨30到39歲 賴清德稍微落後柯文哲有4%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柯文哲在年長者 在50幾歲以上的 甚至在六七十歲的 他拿到的支持度都是個位數 所以觀眾朋友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年長者 對於柯文哲支持不下去 還有女性 都是個位數 女性其實也是 也不支持柯文哲 也是 你覺得這反映出什麼樣的價值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的一個特質 第一個 他所謂的仇女言論 這不是一次兩次說 不小心講錯話 可能他真的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這個可不是任何人可以給你戴帽子 這是你柯文哲自己長時間 大家對你的一個認識 所以當然女性就不支持你 你講了那麼多 其實看不起女性的話 另外 柯文哲在年輕人支持度高 我覺得這是他 我剛提的是他一個特質 第一個 柯文哲最早經營這一塊 所有的台灣政治人物 柯文哲最早了解說 他去跟年輕人對話 其實坦白講 最早有網軍的也是柯文哲 柯文哲後來最早也被抓到 把網軍養在台北市政府 這新聞媒體都有 大家可以去查 那相對的他 久而久之他也培養住一群 其實他的粉絲 那這個寧著度非常高 幾乎是用信仰這個階段 所以他今天可以威脅到國民黨 也是因為這樣子 是 這些人就是崇拜信仰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講話有趣 反應快 所以我說這個別人要模仿 也不一定模仿得來 但這樣的人能 可以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 那有沒有辦法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我認為不可能 另外要看選舉是選什麼 你選總統 這樣的一個特質 我認為跟我們一般期待的國家的領導人 這個有很大一個距離 所以他在比較有社會歷練的這些年長者 他大概都討厭他 不喜歡他 因為他那個落沙實在太大 對不對 就是說世代當然會有不同看法 鴻溝嘛 喜歡的東西也不同 但是你像柯文哲這個是非常極端的 他20到29可以曾經快要五成 沒錯 他50歲以上可以到剩5% 是 這個很少人有 的確 在500萬 幾乎年輕的500萬人口 如果拿下50% 等於有250萬 當然有人說 這些年輕人相對 他的投票率是比較低 我非常謝謝俊憲 從一個比較深入的角度來看 但是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請教 台南呢 台南有六席的區域立委 您曾經有說過 如果有掉任何一席的話 賴清德恐怕就沒有辦法當選 你還維持這樣的一個論述跟說法嗎 對 我覺得因為台南不只是賴清德 也是民進黨最重要一個選區 其實就是民進黨一個指標 台南選不好 民進黨全國一定選不好 從公投就這樣 去年公投為什麼會贏 台南一籃 嘉義台南高雄 其實中北部是大叔 當時其實就給接下來的縣市長選舉一個簡訊 那台南更賴清德計畫上等號 賴清德創造一個所謂 我說叫賴清德障礙 那選市長七十幾%選票 但你首長得票率可以超過七成 這實在不像話 如果你這樣的選區 那麼民進黨現任六席 不是我們要挑戰全壘打 是本來就全壘打六席立委 如果有掉任何議席 那表示台南一定選不好 賴清德選 賴清德總統得票一定也不好 那台灣一定輸掉 我當時是說那台南的民進黨 尤其我們自己的同志 大家要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這台南真的就是第一個要團結 就區域聯法 李全教都決定要捲土重來了 要參選 他是對上林一錦這一區 林一錦 第一選區 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當你帥路的時候 你的對手就蜂擁而至 為什麼郭台銘要選 侯友要選 柯皮要選 因為民進黨去年敗得太慘了 所以他們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有機會 那台南因為之前發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這些國民黨人 拼命選立委 他認為他有機會打下來 所以民進黨要趕快站穩腳步 我說就以台南 我說台南就要以這樣的一個自我要求 台灣有事情 台南人先站出來 我們要先讓台灣夠好 那台南的選舉 台南人 台南的立委候選人 我們要全部當選 那民進黨就會選得好 賴清德總統就是一定選得好 會選光電這一些陰霾 選民可以去接受民進黨的論述嗎 我覺得這個需要時間 他已經報報一段時間 慢慢讓大家了解 所謂的88槍 是國民黨地方暗黑勢力幹的事情 目前最明確的涉嫌人 就跟那個槍手 或者去掩護槍手逃亡的 都是國民黨地方的大窗角 好 那光電引起了一些民怨 這個要化解 那你要去說明清楚 有必要我們自己要查 我覺得民進黨不要怕 司法辦到什麼事情 黨內你執政幫你一定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我們就不斷地自我反省 不斷地剔除掉 不用怕發生那個事情 只是你要如何去面對 那你要如何去危機處理 以及做善後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選情 我個人認為應該也慢慢 臺南也慢慢相對穩定 慢慢相對站穩腳步 美麗島電子報在問說 你知不支持明年 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那最大多數人 他是持肯定的態度 大概有三成五 那我非常謝謝軍縣同時 提供兩個數字給觀眾們做參考 同時在幾乎一個時間 在9月初這兩天 台灣民意基金會 就是游宜農老師 他所主導的台灣民意基金會 最近公布的政黨支持度 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度是36.8 我記得國民黨17.1 民眾黨稍微領先國民黨是17.8 也就是說你從36.8 17.1跟17.8 你看國民黨跟民眾黨加起來 還不及民進黨 還不及民進黨 政黨的支持度 有時候會反映在哪裡 反映在他的政黨的投票率方面 所以這個看出 有很多人說 哇民進黨這一次立委很難過半 其實未必 你如果從政黨支持度來看 國民黨跟民眾黨 民眾黨因為提名的區域立委 非常有限 那國民黨當然74區的一個區域立委 全部都提醒 最近他們也很積極去拉攏地方派系 把地方派系一些相關人員 可能從柯文哲那邊 勢力拉一點過來 拔裝成功 包括了郭台銘 那賦予一些部分去立委的勢力 這方面如果拔裝成功的同時 區域立委的這塊 從政黨支持度來講 國民黨立委 未必可以過半 未必真的會選得很好 也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非常謝謝俊憲 謝謝所有小君台灣朋友 所有觀眾朋友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按讚跟分享 我們再會了 拜拜 謝謝俊憲 拜拜 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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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君長崇士所有的 我們有晚餐 我們在ulos欣斯隆 這間同時 就是可以 影片中間的小君太三道 就在台灣學習的起飛行 按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